接下來要上的是一些有關於台灣的一些比較特別的天氣 或者是一些可能會造成災害的天氣 第一個叫做寒流 氣象局的名詞叫做寒潮 好 冬天的時候會有哪一種風面過境台灣 冷風 冷風 冷風的後面是冷空氣對不對 所以台灣冷風過境碰到後面冷空氣 如果冷空氣夠冷 冷到一個程度 那我們在氣象學上就說這叫做寒潮 或者叫做寒潮爆發 普通話叫做有寒流 夠冷 多冷 那我要告訴你 時間大概從第二年 從每年的12月到第二年 2月是有寒流時候 9月底 10月就有東北季風 為什麼要12月才有寒流 因為不夠冷 要夠冷 多冷 有兩個標準 一般人用的是第二個標準 台灣的寒流的標準是以台北市為標準 因為更衣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在東天的哈爾濱 零下20度 雖然溫有的天氣 雖然溫有的天氣 台灣人也叫溫嘛 溫我也蠻以想像的 對不對 大家不一樣 我們以台北市當標準 兩個標準 第一個 日均溫降到4度以上 選在10度以下 10度以下 今天溫度17度 明天溫度13度 降了4度 最低溫在10度以下 這樣叫做有寒流 熱油寒流 第一個標準 但一般人用的是第二個標準 雖然沒有降到10度以上 但最低溫在10度以下 一般人用這個標準 10度以下 10度以下 好 今天12度 明天9度 只降了3度 可是已經在10度以下 所以我們叫做有寒流 這個有寒流 所以10度以下 一般人用的是第二個標準 是不是有寒流 好 我們所以寒流跟什麼有關 寒流跟冷風有關 冷風過境碰到後面的冷空氣 如果夠了 我們叫做有寒流 那有寒流怎樣 沒怎樣 台北人那個台北土豹子就是 衣服多穿一點 然後拿包多塞一點就沒事了 那可是對於農漁民 就可能會遭受到一些損失 會落果 然後結霜有霜害 或者菜 結霜霜害動壞 或者拿來賣錢 之類的 之類的 或者是每年都有 那個絲木魚就死翹翹 因為絲木魚很怕冷 還有一個來的絲木魚 就翻肚子死翹翹 所以就說所謂的寒汗 所以這樣就告訴你說 要請農漁民慎防寒汗 做一些措施 做一些防風的東西 挖點水深度 深的水 什麼之類的 然後減少所謂的寒汗 所以這個寒流來襲的時候 氣溫骤降 可能會對農漁民造成一些傷害 我們叫做寒汗 所以要做一些措施來預防 來減少 這個寒流動化 我們這些台北土豹 不是土豹子 我們這些傻乃性 你也看不出來 看到一些雲飄來掉去跑來跑去 你也看不出什麼德性出來 你就存欣賞就好了 但是有一件事要請你注意 你看到這中間有一個帶狀的雲有沒有 帶狀的雲 這種帶狀的雲 通常都跟封面有關係 所以如果給你一張圖 上面有這種帶狀的雲 你就曉得說這裡有什麼 有封面 這裡可能有封面 OK 這帶狀的雲通常會跟封面有關係 所以在這裡會有封面 這就是有關於寒流 稍微了解一下 重點就是寒流跟什麼有關 冷風 寒流跟冷風有關 碰到後面冷空氣夠冷 叫做有寒流 就是跟各位報告 有關於寒流的部分